一个职业运动员 我和安怡有同一个梦想 就是为香港争光 运动员就算年纪再大都好 都可以凭着他的经验 和永不言派的精神取得好成绩 王亭峰自小就与运动结合不解之缘 延外踢足球的他 当年在英国留学时 亦有加入球队受训 回港后修读中文大学体育系 并拥有碩士学历 入行前曾经做过体育老师 但最后他决定放下教鞭 加入演艺圈 开场自己另一片天空 亭峰 其实你大大话话入行五年 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但你这五年都经历了很多东西 可否用多姿多彩来形容呢 多姿多彩绝对是的 但我觉得用峰回路转来形容 是更加贴切 因为可能有些演员他被人认识 是因为他拍了一部剧 那么角色就很受欢迎 又或者可能他主持了一个节目 很多人看的 但我自己可能一开始被人认识的 因为我在台庆赢了一个大奖 是的 那些人就开始知道这个是谁 而且这几年很精彩 但其实一点也不容易 例如我在原味道 大雨天时三十度 坚甜的时候中暑 又或者可能上了高山 很冷 冷到又暈了 其实是没有停过的 我发觉是不容易过 但很精彩 今年对你来说也发生了很多事 因为你今年非常开心 非常荣幸 有机会去北京采访东奥 其实你觉得得到这个难得的机会 对你来说最大的得着又是什么 因为这次已经是第三次做奥运 之前两次都在厂 今次就在当地做一个主持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 就是跟世界各地不同的选手 都可以跟他们聊天 是 例如雨生结缘 或者谷慧玲等等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机会 很多人都很想亲自去访问他们 也没有这个机会 是 所以我觉得千里难逢 我觉得真的不会再可以有这个机会 很多人都很羡慕你 是 王庭峰是一个怎样的人 其实我觉得王庭峰是一个 很开心、很喜欢笑 骨子里也是有点无聊的人 就是有点无厘头的人 自己也很重视家人 很重视朋友 好奇心非常强 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高 其实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如果你问我对亭峰的印象 我以为有私心 因为我本身喜欢运动员的男生 他懂得都国语言 而且是英俊 我觉得他真的很好 所以今天我就邀请他上来 星光路上跟我们聊聊天 亭峰 你一直给大家的印象就是 你很阳光 很健身 因为你真的很喜欢运动 你是不是很小的时候 你已经很喜欢运动 我觉得五、六岁的时候 已经很喜欢运动 很多时候可能是我爸爸影响了 小时候他也会带我去踢球 所以那时候我已经很喜欢运动 之后我就整个爱上了踢球 对 你是否曾经在外国的时候 有机会做一个职业的足球员 真的喜欢这样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去到… 我在英国读过两间学校 第二间学校是超级重视足球 是 因为那时候教练是前英格人 国家队的球员 所以当我们教练的时候 他会提及四、五个球员上去 那时候有四个本地的英格人 有四个本地的学生 还有我一个亚洲人 所以当时我觉得 原来自己也挺厉害的 很厉害的 想不到原来也可以的 但也要向现实低头 是 因为那时候要考试 中六、中七要考试 所以很快又要回去 又要温书 没有时间训练 那一刻就是要你去选择 要不就真的做了全职 但同时要放弃自己当时的行业 是否这样理解 有差不多那个时间的冲突 就是这样的 之后做些什么 其实我经常觉得人生命运 很多时候可能是安排的 是 不是说你自己 我一定要这样 我不放弃这件事 我就一定做到 是 所以有很多事情 可能有更好的安排等着我 在英国留学的日子 亭峰体验了 当地刺烈的足球文化 令他眼界大开 虽然身在英国 但亭峰的心底 一直很想念香港的家人、朋友 所以最后他决定 放弃留英发展的机会 选择反港独大学 我以为你会一心想着 我的足球事业 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个圆满句号 回到香港读大学 你可能会向现实低头 读一些对你将来的职业 有些拉丹 医学 原来都是读体育的 这个就是现实 现实就是我真的很喜欢运动 我觉得 因为当时跟很多前辈谈 他说大学应该读自己喜欢的科 当时我没有刻意去想 我之后要做什么 但我沿着那条路 就这样走 有什么路就先走 就这样先走 结果当时我未毕业 很快已经有提供 对 所以我直接做了 做了体育老师 做了体育老师 但你觉得当时 做了体育老师 对你吗 其实挺对的 对的 因为我很喜欢小孩 所以跟小孩打成一片 他又不觉得我是老师 又不觉得他是学生 很多东西都觉得挺充实 但是很快我就知道 这些东西是不会有变化 那我就开始觉得 我想要一些挑战 我为人没理由这么快 两三年 已经好像人家就是退休 对吧 所以我很想去找一些目标 找一些人生目标 找一些挑战 做体育老师工作稳定 高薪后绩 亦带给亭峰很大的满足感 但正如他所说 生命中或者有更好的安排 这个安排也往往是意料之外 我记得当时 在教第一间学校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学生 就是一个前辈主持的女女 就是陈子清 其实我那三年里 都没有跟她聊天 但到了她女女毕业那天 毕业那天 她就跟我聊天 她就说 我觉得你也很适合做幕前一行 你会否也有想过 那一刻我才… 没有想过 是的 也可以是时候 她就介绍了一些人 让我认识 自然地进入了这里 我是没有后悔过放弃当年教书 因为我觉得人生是要有不同的尝试 有不同的挑战 这样才会变得精彩 所以我觉得当时我放弃了教书 因为我已经体验了这个 在教育上的一个路上 我可以挑战到更不同的 例如演艺 所以我很开心自己可以试到 现在我自己所试到的主持和演员 正所谓隔行鱼隔山 由体育界走入演艺圈 刚刚入行的停峰 面对每一样工作都充满挑战 虽然万事起头难 但咬牙关撑过去 就会发现自己急速成长 我当时进入第一个工作是奥运 奥运 利约奥运 因为当时我认识体育 是 而且主持应该可以 所以让我去做奥运的主持 是利约奥运 即是巴西 没有派我去 但在厂里做主持 在厂里做 那个节目是直播的 不是录影的 很大的压力 对于一个新人来说 其实当时我一开始 我以为是可以做一些高级 例如他给了一些稿 我就寄熟了 我可能会做一些高级小王子 出来讲一讲 报运小知识 怎料我那两个星期 就是坐厂里做完直播 我不知道是这样 当时的场面是… 一来你没停过 二来你时差 对 三来那些全部都是很有经验的主持 你总是拆不进去说话 对… 因为拿不到的节奏 是慢 不够快 所以很多时候 你所说的演变狂了 我已经准备了很多东西 我找了很多书 我做了功课 但不能用 很多时候会发生这些事情 我完成了那两个星期 我就觉得好像已经过了18度 什么事都难倒我了 那种感觉 如果香港可以多些举办 以下这一类型的国际比赛 虽然我们香港的年轻运动员 都会有机会接触更多高水平的赛事 吸收更多经验 成绩就自然有进步了 我认为大家都有经验 当你的老人说 他不需要父母的日子 但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很大的谎 冲破难关的亭峰 开始适应演艺工作的模式和节奏 之后他在有份主持的体育世界 讲生活、讲享受 甚至一些大秀的私宜工作 他都有不错的表现 体育世界你觉得带给你什么 你学到什么呢 我觉得体育世界 你当它可能是一个资讯性的节目 虽然这些节目不是直播 是 它是可以给你NG 但是你只要跟自己说 其实这些节目你都要当直播 你不可以NG 其实我觉得这些是逼出的 对 对 所以有压力 因为很大段 我记得当时拍摄《明珠生物》 英文用的字句 是很高贵的 我平时不会用的字句 就像英文学那些字 可能说杯 你也要形容杯 有多高贵、多高贵 多高贵的那种感觉 你要用这个词 所以很难 我觉得当时一开始我是成的NG 去到之后 原来慢慢慢慢 记忆来可以训练到 不要想了 去吧 香港原味道这个节目 对亭峰来说 绝对是百感交集 节目一拍拍了五集 历经三年多 亭峰也由新丁变成大师兄 而经常要在田地开工的他 一晒雨淋 更加是百般滋味在心头 这个真的很辛苦 这个辛苦程度是怎么辛苦化的 就像我现在的样子 每一次拍完节目都是 为什么 我问自己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接这个工作 不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 令很多人都认识自己 就是更加认识自己 因为我知道你们这个节目 是去了很多香港不同的地方 真的日晒雨淋 坦白那句 你有否觉得… 我真的没想过 原来拍一个节目 是可以这么辛酸 这么艰辛的 其实首三集 我都未有这么浓厚的想法 是 直到第四集 突然导演就说 喂,加拍片给你 这一拍很好做 只是拍你而已 是 叫做中出原味道 那我们已经租了一个地方 是 是 农夫我们也很熟 有一畝田 那一个月就只照顾这一畝田 由零去到种菜 哇 我怎么知道 是的 我有没有做过耕种的东西 是吗 是 那时候开始 真的由很基本的耕种籽 最原始的所有东西 由头开始跟农夫学一次 那就做了 是 但是最辛苦 在这一部分 其实得到不少掌声 对 人们觉得 发挥不错 亦证明了你主持的能力 但是 每一次我被蚊咬到腫了 你咬到腫了 咬到腫了 咬到腫了 可能全手都二十多三十粒 全身都是蚊 没有噴任何 噴了也咬到腫了 中暑吧 因为三十多度 你真的站在田中 不断晒着 就算你离开一会儿 可能有一天去房子 很快就已经 天空可以了 可以准备了 又再出来又再做 试过中暑 试过云底 所以这个原理度给了我的 难忘的经历 甜酸苦难 真的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回望回来 我觉得是值得的 是的 但是那时候会经常问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辛苦 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这么辛苦 你回到家 妈妈很心痛 我估计 她见到你这样 煮碗汤我喝 这样就可以了 由入行到现在 其实我妈妈都很支持我 她也见过我 经历了很多甜酸苦难 高山低谷 而她们也没有放弃 没有离气过我